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神责备他 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 使用强暴的手段 做不公平的交易 特别的是 神严厉责备他 因骄傲之大 将自己比作神 并且亵渎耶和华神的圣山 因此神要审判他 将其除灭 西顿也是神所恨恶的 神要用刀剑 瘟疫除灭他 埃及也是神要审判的对象 特别提到埃及要被分散到列国四十年 四十年后要再重新召聚回本地 遭遇像极了以色列 让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 以希节书 第二十七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 人子啊 要为推罗做起哀歌 说你居住海口是众民的商部 你的交易通到许多的海岛 主耶和华如此说 推罗啊 你曾说我是全然美丽的 你的境界在海中造你的 使你全然美丽 他们用士尼尔的松树做你的一切版 用利巴嫩的香薄做桅杆 用巴山的橡树做你的桨 用象牙 象牵几蹄海岛的黄羊木 为作版 你的棚帆是用埃及绣花细麻布做的 可以做你的大吉 你的梁棚是用以利沙岛的蓝色 紫色布做的 西顿和雅发的居民做你当讲的 推罗啊 你中间的智慧人做掌舵的 加巴勒的老者和聪明人 都在你中间做捕缝的 一切泛海的船只和水手 都在你中间经营交易的事 波斯人 路德人 福人 在你军营中做战事 他们在你中间悬挂盾牌和头盔 彰显你的尊荣 雅发人和你的军队 都在你四围的墙上 你的望楼也有勇士 他们悬挂盾牌 成全你的美丽 他诗人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 就做你的客商 拿银 铁 席 铅 兑换你的货物 雅丸人 土巴人 米舍人 都与你交易 他们用人口和铜器 兑换你的货物 婆家马族用马和战马 并骆子兑换你的货物 底旦人与你交易 许多海岛做你的码头 他们拿象牙 乌木与你兑换 亚兰人因你的工作很多 就做你的客商 他们用绿宝石 紫色布绣货 细麻布 珊瑚 红宝石兑换你的货物 犹大和以色列地的人 都与你交易 他们用米腻的麦子 饼 蜜 油 乳香 兑换你的货物 大马色人因你的工作很多 又因你多有各类的财物 就拿黑本酒和白羊毛 与你交易 微诞人和亚丸人 拿纺承的线 亮铁 贵皮 仓仆 兑换你的货物 抵旦人用高贵的毯子 安 替 与你交易 亚拉伯人和基达的一切首领 都做你的客商 用羊羔 公棉羊 公山羊 与你交易 士巴和拉玛的商人 与你交易 他们用各类上好的香料 各类的宝石和黄金兑换你的货物 哈兰人 甘尼人 伊甸人 士巴的商人 和亚述人 基某人 与你交易 这些商人 以美好的货物 包在绣花蓝色包袱内 又有华丽的衣服 装在香薄木的箱子里 用绳捆着与你交易 他师的船只接连城邦为你运货 你便在海中丰富 极其荣华 荡奖的 已经把你荡到大水之处 东风在海中将你打破 你的资产 物件 货物 水手 掌舵的 骨缝的 经营交易的 并你中间的战士和人民 在你破坏的日子 必都沉在海中 你掌舵的呼号之声一发 胶也都必震动 反荡奖的 和水手 并一切泛海掌舵的 都必下船登岸 他们必为你放声痛哭 把尘土洒在头上 在灰中打滚 又为你使头上光秃 用麻布树腰 嚎啕痛哭 苦苦悲哀 他们哀嚎的时候 为你做起哀歌哀哭 说 又何尘如推罗 又何尘如他在海中 成为寂寞的呢 你有海上运出货物 就使许多国民充足 你以许多资财 货物使地上的君王丰富 你在深水中 被海浪打破的时候 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 一切人民 就都沉下去了 海岛的居民为你惊奇 他们的君王都甚恐慌 面带愁容 各国民中的客商 都向你发嘶声 你令人惊恐 不再存留于世 直到永远 第二十八章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 仁子啊 你对推罗君王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以你心里高傲 说 我是神 我在海中做神之位 你虽然居心自比神 也不过是人 并不是神 看啊 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 什么密室都不能向你隐藏 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 得了金银财宝 收入库中 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 增添资财 又因资财心里高傲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你居心自比神 我必使外邦人 就是列国中的强暴人 临到你这里 他们必拔刀 砍坏你用智慧得来的美物 亵渎你的荣光 他们必使你下坑 你必死在海中 与被杀的人一样 在杀你的人面前 你还能说 我是神吗 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 不过是人 并不是神 你必死在外邦人手中 与未受割离的人一样 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为推罗王做起哀歌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你无所不备 智慧充足 全然美丽 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 佩戴各样宝石 就是红宝石 红碧玺 金刚石 水仓玉 红玛瑙 碧玉 蓝宝石 绿宝石 红玉 和黄金 又有精美的古笛在你那里 都是在你受造之日 预备齐全的 你是那受告 遮掩约柜的基禄国 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 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 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 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意 因你贸易很多 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一致犯罪 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 就从神的山驱逐你 这隐约归的基禄国 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 你因美丽心中高傲 又因荣光败坏智慧 我已将你摔倒在地 使你倒在君王面前 好叫他们目睹眼见 你因罪孽众多 贸易不公 就亵渎你那里的圣索 故此 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 烧灭你 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 变为地上的炉灰 各国民中 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 你令人惊恐 不再存留于世 知道永远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使瘟疫进入西盾 使血流在他街上 被杀的必在其中孤岛 四围有刀剑临到他 人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四围恨恶以色列家的人 必不再向他们做刺人的经纪 伤人的吉利 人就知道 我是主耶和华 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将分散在万民中的以色列家 召聚回来 向他们在列邦人眼前 显为圣的时候 他们就在我赐给我仆人 雅各之地 仍然居住 他们要在这地上 安然居住 我向四围恨恨他们的众人 施行审判以后 他们要盖造房屋 栽种葡萄园 安然居住 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他们的神 第十年十月十二日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 人子啊 你要向埃及王法老运言 攻击他和埃及全地 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埃及王法老啊 我与你这卧在自己 河中的大鱼为敌 你曾说 这河是我的 是我为自己造的 我耶和华 必用钩子勾住你的腮甲 又使江河中的鱼 贴住你的鱗甲 我必将你和所有 贴住你鱗甲的鱼 从江河中拉上来 把你并江河中的鱼 都抛在旷野 你必倒在田间 不被收敛 不被掩埋 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 空中飞鸟做食物 埃及一切的居民 引向以色列家 成了芦苇的帐 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他们用手持住你 你就断折 伤了他们的肩 他们倚靠你 你就断折 伤了他们的腰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 我必使刀剑临到你 从你中间将人与牲畜 剪除 埃及地 必荒废凄凉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因为法老说 这河是我的 是我所造的 所以我必与你 并你的江河为敌 使埃及地 从瑟弗尼塔 直到古时境界 全然荒废凄凉 人的脚 瘦的体 都不经过 四十年之久 并无人居住 我必使埃及地 在荒凉的国中 成为荒凉 使埃及城 在荒废的城中 变为荒废 共有四十年 我必将埃及人 分散在列国 四散在列邦 主耶和华如此说 满了四十年 我必招聚分散 在各国民中的埃及人 我必叫埃及被掳的人 回来 使他们归回本地巴特罗 在那里必成为低违的国 必为列国中最低违的 也不再自高于列国之上 我必减少他们 以至不再挟制列国 埃及 必不再做以色列家 所倚靠的 以色列家 仰望埃及人的时候 便思念罪孽 他们就知道 我是主耶和华 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 耶和华的话 临到我 人子啊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 攻打推罗 以致头都光秃 尖都磨破 然而他和他的军兵 攻打推罗 并没有从那里 得什么酬劳 我必将埃及地 赐给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他必掳掠埃及群众 抢其中的财为掳物 多其中的货为掠物 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 我将埃及地赐给他 愁他所孝的牢 因王与军兵 是为我勤劳 当那日 我必使以色列家的脚发声 又必使你以西节 在他们中间得以开口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声